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晨 大家好 欢迎收听本年度的神中课 耶稣是我们唯一能求告的名字 今天是2月17日 题目是《教会伟大的元首》 经文记载是以西结书3章17节 人之下 我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者人 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 替我警戒他们 以西结书3章17节 今日内文讲道 基督在祂的生活和教训中 显示了那起源于上帝之无私服务的佳目 上帝并不是为祂自己而存在的 祂的由创造世界并托住万有 而持久不便地为他人服务 祂叫日头照好人 也照坏人 降与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马太5章45节 天父已经将这服务的理想交托给祂的儿子 耶稣原是赐下作人类的元首 而祂的榜样教人名领 服务的意义 祂整个人生完全受服务的法则支配 祂服务众生 牧养所有的人 耶稣曾屡次使徒在门徒中间建立这个原则 当雅各和约翰提出最高地位的要求时 祂说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容人 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 正如人之来 不是受人的服务 乃是要服事人 并且要写明 作多人的属价 马太20章26-28节 基督自升天以来 祂是藉着所拣选的使者推进祂的地上的工作 祂借着他们向世人说话 并为世人需要而服务 教会伟大元首借着上帝所命定 做祂代表的人为媒介监督着祂的圣工 凡梦上的呼召 为建立祂教会而劳苦传道教导的人 是富有重大的责任 他们既是替基督勸人与上帝和好的 他们唯有领受那从上头来的智慧和能力 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基督的传道人乃是上帝所交付他们 为照顾知子民属灵的监活人 他们工作好比守望者的工作 那些站在石安城墙上守望者 获有特权得与上帝亲密交往 并有特别容易领受祂的圣灵感应 以至上帝能借着他们将众人所处的险警警告他们 并向他们指明安全之所 《诗道行述》 原文359-361 页 今天的思考问题是 我怎样才能与耶稣更切密地合作来 达成祂呼召我的目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再见